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师姐 他真的有很多东西 他早前揣台 原来揣台也是有 经济收入的 等待我们再讲,数码就 稍后再讲 原来他昨天又接受 亚洲的媒体 日本产经新闻 什么事 你知道日本其实挺挺台的 跟 跟蔡政府的关系也不算很差 他就说 我这次去台湾为了展现团结 咦 我就有个问题问你 你连党内也团结不了 你的党又不是骂你,说你破坏团结 蛤 好搞笑 他连自己保守党的人都团结不了 你就说 展现英国 和台湾的团结 第一 你现在后座议员 一个落台的 落台的手上 现任的后座议员 可不可以叫狼狈落台呢 我觉得应该用得到这个词 也挺狼狈的 45天还不狼狈 和生菜比 这句真是难听说 都是奇子大辱 在他从政生涯当中 当然他已经收拾心情了 收拾心情 去搞破坏 没错 没错 其实他就令到中英关系 更加 当然他已经不是 排面的人物 最有实力的 但是始终 令到中英关系 有些更加差的趋势 他就去台湾展现团结 因为 我们英国人 目睹威权主义政府 对于自由民主的威胁 并且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和中国 大陆 威吓台湾地区有共同特点 必须记住教训 我们要对台湾 提供重要支援 老实说你现在只是一个议员 你做到什么 他代不代表大英 我们 开口卖口 我们我们 你而已 你而已 你现在代表个人 他也说我是 又说大卓尔夫人 当然台湾就叫柴契尔夫人 拜托了 还不够糟糕吗 台媒也是 捧他 他就是 前手上的柴契尔夫人 大卓尔夫人 去台湾之后 大卓尔夫人在 1992和1996年去台湾 27年 我们终于等到他 等到一个比生菜 还要短时间执政的人 要用来炫耀 是的 这个日经就问 问卓卫斯 你去台湾的意义何在 他说 为了展现 我们英国人 和台湾民众 团结一致 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支持 自由世界必须 站在台湾的身后 身为 这个 前手上 他说自己有责任 前手上女士 有什么责任呢 就说要为 台湾有能力 可以自我防卖 提供 必需要的帮助 是想抢 大佬美国生意 对呀 你又说得对呀 就说 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的威胁 不断地上升 对台湾展现越来越有 这个 叫做侵略性的行动 请问 贵国签的 和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的 建交协议 其实就是承认一中政策 何来侵略呢 台湾是中国部分 是否因为你做首相的 时期太短 所以不属书呀 还是 明知道 自己是说错 但是呢 为了讨好一些台湾人 或者讨好蔡政府 才这么说呀 那 台湾毫无疑问 会 受到来自大陆的威胁 如果台湾有事 将会对自由民主 主意的传递 是非常可怕 因为传递一个 蟹人的信息 有什么那么蟹人 我想问 幸好他不敢 以故 前 日本首相安佩说 台湾有事英国 等于英国有事 幸好你不敢说这句 因为你凭什么 不过他都可以安佩 安佩退了位之后就说这些 卓卫斯亦说 他去台湾期间 和蔡英文是对话 说到台湾在过去十年的经济 增长相当惊人 认识到 但是你要看一看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他就说 只有享有自由民主 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成长 好像 不是 即是 你们整天想 叫几个国家代替中国 其实 越南都不是走你们那一路 还有 有 去年有个国家叫沙特拉伯 经济增长也很好 也不是走你们那一路 那你们就说中国大陆是威权政治 威权 主义的地方 对不起 过去十年的增速 台湾地区和 中国大陆比 是差 天拱地 他的意思是 为什么台湾在过去十年 你究竟是否熟书 说真的 你知不知道数据是什么 好像信口开河 不 你也是这样 所以一个迷你预算 就令到你也挺厉害的 他 是的 说经济 还有人顺利吗 是的 他说人家经济增长 很强 你经常增长 刚刚想说 结果修了皮 真的很搞笑 是的 他说这次去台湾 他和很多人 也说到 大陆对香港的加强管行 他就认为 台湾民众理解言论自由的珍贵 珍惜这份自由 他就说 虽然 乌克兰和台湾的 状况 存在很多差异 但是 也目睹了 威权主义政府 对于自由民主的威胁 各界必须挺身而出 捍卫乌克兰和台湾的社会民主 他也说 各界未能提早提供 乌克兰必要并充分的支援 其实他有批评心卫成 不够的 必须吸取教训 虽然 现在 他说澳湖战争 看起来 局势明朗 你听了蕭若元 谷势明朗 谷势明朗 是什么明朗 我知道 谷势明朗就是继续 僵持下去 大话上 可能就是这样的明朗 之前也是僵持着 明什么两 明朗 是 经济合作 而台湾能够加入 跨尔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业 CPTPP 相当重要 他也说台湾如果可以加入 将能够和日本等等 那么强经济的成员保持 关系 关系更加强化 而有了在经济上的飞越性增长 台湾会更加强 强了之后 可以 亦为全球带来利益 为了 中国 咦 不是吧 他说台湾加入了之后 就可以令到 CPTPP 和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抗衡 人家花了10万亿美元 还有两样东西 一带一路是搞基建的 CPTPP是搞经贸协议的 这些什么 不如你所说的经济不是那么多 短短四十五天可以 你都算是拜家旅 短短四十五天令到英国没了五千亿美元 你冤枉阿婷 是啊 没错 唉 我们看看卓卫斯去年创下 英国历史上 最短上位的纪录 现在他就走出来了 原来他揣台 就是所谓的演讲 那我们引述英国镜部的消息 就说这个主题演讲 原来可以为他达到几万磅钱 所以台湾地区外市部门表示 诚致欢迎 你不够约翰讯好 约翰讯好像不止这个数 约翰讯好像十万磅钱 不同级数 自己知自己事 他手上 不过做的日子比较短 很短 太短了 卓卓斯曾经是约翰逊内阁的外交大臣 去年9月他当选第45任 英国首相 同年 好搞笑 是同年 你记住 是同年 不过最搞笑 去年9月就当选 10月就辞职 在位紧紧45天 英国媒体计算过 其实实质掌权只有7天 好厉害 7天就可以 都很败 7天就可以令到英国 蒸发5000亿美金 而且英鲍跌到 砰砰 成为英国历史上 被称为 比生菜更加短命的 这是事实 手上 在他任内 中英关系陷入低谷 他持起手上之后 其实他坚持不下 世界各地 演讲 重点就是对抗中国 其实他的办公室 之前也说他 跟小英会面相当开心 不过 也有不少英国民众就质疑他 五日时间 几乎跟他实质在任的时间一样长 因为他7天 5天 多好笑 其实 他就是想学佩洛西 去年佩洛西揣台 白宫就说 我们不知情佩洛西 他自己负责自己 其实 拜登也都声称对佩洛西 揣台的这个具体情况 不了解 布林肯就说佩洛西的行动是他自己决定的 表面上白宫 从来没有授权给佩洛西 其实呢 这个吐露卓卓卓卓卓就想学 英国 外交部其实是知道卓卓卓卓要专台 但在强调 我们的部门是不负责批准议员 因为他现在只是后载议员 而已 的一个海外访问 他问到 到新伟诚怎样看卓慧斯串台 去哪里他自己决定的 其实新伟诚也说 我们在台湾问题立场上没有改变过 老实,我们与台湾地区没有任何外交关系 这个他说事实 但是,他肯定会但是 广泛领域建立了不断发展的联系 拥有牢固的非官方关系 但是,英国政府将会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大陆接触 同样地,他也是提前玩切割 他同样是明知会激怒中国 但是卓慧斯依然是要去台湾 还有卓慧斯在竞选英国首相期间 为了赢更多的选票 大放缺词 对台海问题 是疯狂地叫嚣 他下台之后更加明目张胆 所以 我们上次说的BNO 为什么要发起这个票投卓慧斯 踢走新卫城运动呢 他就说 你看卓慧斯在台湾说得多硬 记住是说得多硬 是说的 当然 也有五万磅钱 几万磅钱 他没有说多少 具体数字 先放你五万 卓慧斯当然是台湾远景基金会发表演讲 其实这个基金会 是被各台办制裁的台独组织 名义上说是民间的学术机构 实际上 是台当局情报机构外围组织 做的事都是跟台独分子 眉来眼去 原来之前蓬佩奥和佩洛西都是基金邀请 卓慧斯这次的全台不单击激怒了中方 更加是 你这句话笑大人的口 卓慧斯说断结 要跟台湾团结一齐 但是你的党有貌似就不想跟你断结 因为是打乱了英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谨慎战略 其实上个月英国外交大臣聪明仔 这个 旗暂明 是发表讲话时 这些 那些黄友六友不讲这句话 但是全部英国媒体 那些西媒是highlight这句话 孤立中国是对英国利益的背叛 这个是他原话来的 亦都说是对现代世界有意误解 他就认为 不能够单纯将中国视为威胁或者机遇 英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更加微妙 在接受访问时 其暂明更加说跟中国打交道 不是好像喝茶吃点心那样 聊聊天 总体基调是希望 将对华的序事 转回去比较中间一些的立场 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就认邀 认邀就是跟英国手上 国家安全顾问 巴罗是通话的 巴罗亦都向中方承认 这个英国是有公布的 就说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结果你卓卫斯搞搞阵 愿意跟中方保持沟通 你发觉 愿意跟中方保持沟通 不脱勾就成为了这轮 西方国家的两句主要的旋律 卓卫斯看不到 总体来说 深圍城政府都不强 英方也有表示确守一中原则 结果卓卫斯就传台 亦都暴露了保守党 很多英国媒体就将 保守党党内就有 对华英派和务实派 阿诚哥貌似的务实派多一些 有没有发觉 事实上英国始终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定位 没错 今天 华盛顿邮报才爆料 很多盟友和拜登说 你不要逼得我们这么紧 可不可以让我们和中国接触 不然我们也不行 其实拜登答应了他们 他们也承认 盟友不会 很大力地 尽力地扩中 因为他不是美国 你知道 美国很多事情 只有他做到 或者只有他做到那么坏的事 实际上 英国当然跟美国实力差太远 对于卓卫斯 在卫斯 这些挑衅 中国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说 奉劝英国个别政客 不要动一动就找中国来说事 估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不用担心 他也不用解决问题 他也不能担心 你刚刚 你刚刚 亦有网友提到 卓卫斯 你经常说 什么差事的经济 你可以说是这么多任英国手上 搞经济最差 因为他搞祸也挺厉害的 搞祸也挺厉害的 还要票投他 英国民众经浑未定 再被诗姐又再做过 不是吧 但是BNO也认为不是 最可笑 他和小英说 建议小英建立 经济北约来对抗中国的迫白 他这么说 早上也有很多东西 这个纽约事宝也讽刺 做了四十五天手上的卓卫斯 因为事实上这个是事实 你不要说人家诽谤你 他的手上过程 跌宕起伏 终于要传台 他们用访台 当然 看卓卫斯 都是说重取重的 他的党友 都说他的党友 对华英派都说 你不要常常搞网红外交 有什么用当然外交 因为台湾不是 不是一个国家 是中国的部份 小英肯定是表示欢迎的 是吧 其实 看到他 为什么他要 那么激呢 因为还有机会可以去访问 好像蓬佩奥那样去多两次 即是他 蓬佩奥和 约翰逊是不是最低价是他 是 是 这个是镜报说的 英国镜报说的 说他可以赚几万磅钱的演讲费 现在他做这个代理人 代言人 代言人 或者叫做代言人 是不是又想再多两件事呢 我都相信也会 因为只有他聘请你 对吧 好 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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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